原理實驗室胡哥來測試 各位觀眾 我們常常看到中風的長者 他們的走路非常的辛苦 必須要攻著手 然後腳會這樣子拐著 然後一拐一拐的走 讓人看得非常的心疼 現在靠著藥物 靠著復健 或是靠著注射肉毒感境 可以減少他們的張力 另外 足懷腹目 也可以方便他們行走 怎麼樣注射肉毒感境 怎麼樣使用足懷腹目 它的原理是什麼 跟著我一塊道 附近中心去做了解囉 陳醫師 這就是足懷腹目對不對 是量身訂做的嗎 對 這個是量身訂做的 怎麼做呢 胡哥 今天我帶你來體驗一下 好 OK 好 這一台就是可以做足懷腹目的機器 對 這是我們今天要做 足懷腹目的熱熔爐 好 我們今天請我們的治療師 來帶胡哥來體驗 這個就是足懷腹目的材質 它是塑膠的 對 然後它的操作是什麼 等一下要讓我們把這個 低溫的葉樹板 放在六 七十多的熱水裡面 這是熱水對不對 對 然後等它融化 等它暖 泡一 兩分鐘 它就會暖了 暖了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敷在你的早上 就是敷在我的早上 所以就是我量身訂做的 足懷腹目了 先靠近 對 然後我靠進去 然後把腹目放在這個關節的附近 好 中風伯鞋患者 他腳的張力很大 所以他的走路的時候 步態會受影響 對 因為它都是這樣彎著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是有這個時候 可以把它變 對 把它矯正過來 矯正過來 有點像我們戴眼鏡一樣 去把它矯正你 那個異常的張力的部分 我們腦部平常有一個 抑制的訊號 會從腦部再傳達 抑制什麼 抑制張力的反射訊號 然後抑制完 抑制了之後它就這個 我們正常人就不會有 這種張力的情況 但是如果是中風的患者的話 他就會腦部受傷了之後 這個抑制訊號消失了 虎哥 你應該會覺得說 腳上面會有一個力量 把你限制在那個地方 限制在那個地方 對 然後你會覺得 好像不太有辦法去翻轉你的腳 不管是內翻還是外翻 都會覺得說 有一個力量卡住的感覺 會很緊 很緊繃的 對 很緊繃 就是你一個足踝的那地方 沒有辦法翻轉 對 必須只能直直的這樣方式 對不對 對 其實肉毒感菌要怎麼樣去治療 虎哥 我們最主要肉毒感菌 它是可以讓你的肌肉 讓它放鬆 這個時候這個效果 在張力很強的病人身上 它可以有效減少張力 對 那是要注射在什麼地方 要怎麼樣注射呢 我們會用超音波的來導引 然後這下 把它打在需要注射的肌肉裡 肉毒感菌的 它是直接打在我們肌肉裡面 我們打的跟醫美是一樣的 打在肌肉裡面 然後那個肌肉就會沒有辦法收縮 它就會變無力這樣子 原本這個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但我把它應用在醫療上面 當它張力很強的時候 它就可以 就不會有這個張力了 各位觀眾 這個足環腹目是有健保給付的 而且注射肉毒感菌 只要你是適應這個患者 也都是有健保給付的 好 針對中風高張力的患者 其實在復健科做治療 可以有效的減少張力 增進身後品質 所以大家應該要對自己有信心 一起來好好的做復健 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原地實驗室體驗完成 體驗完成